下面让我们有请 第三位小不点 闪亮登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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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孙老名 今年六岁了 我来自江苏笨山 我是一个佛佛开养的小男孩 希望大家喜欢我 佛佛开养的小男孩 宋昂明小朋友 你的大能耐是什么 我的大能耐就是壮士 壮士 我知道了 兜里肯定有扑克牌 你有牌吗 没有 没有扑克牌 那你也敢说自己的这个大能耐是壮士 对 今天他们这都受传染了 对呀 你看这小胳膊 跟我这小胳膊似的这么细 真是 这也叫壮士吗 这个我们都不用判输 我们派出我们嘉宾当中的真正的壮士心动哥哥了 对 我们派出二壮士 二壮士 当初就能把你给 这个 老包吸取点经验教训 哪条街都不好混 话不要太满 我这是比呢 还是更不比呢 这样这样 我们再多挖掘一些线索 对 特别重的东西 你能拎得动吗 我能拎五斤 五斤啊 听着好像我是可以上这比试比试 这酷气赢着比较保险 这回行 那抱叔 我们上来切磋一下好吗 来 我没说话那么满 但是我 咱们得赢一把 抱着学习的态度 帮帮传老叔哪儿行啊 你好 这小手啊 来 抱一下 行 是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切磋吧 好吗 来 怎么比 我们比点基本简单的吧 简单的是吧 好 没关系 难点也没事 不不不 别吹了 来 简单点 就是你做什么动作 叔叔做什么动作 是吧 不是 我这裤子确定不会那啥 对 还戴其他裤子了没有 压腿 这个很简单 就这个吧 没问题 没问题 这裤子是开场 先活动活动 但是我们这个频率 比你压得快很多 你看 不是 我也能 上 这不是也经常健身房的吗 哎哟 不是 要站起来 这这 站起来 做多少个呀这个 我都能做八十个了 告诉我 上来起步就八十 这个动作完了之后呢 还有什么吗 来个难一点的 握笔球 不必跳 不必跳啊 先动一下 小鹏做多少歌 我们争取做多少歌啊 来 准备开始 一二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五 九 十 八 八 加油 加油 九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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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练蛤蟆功吗 那咱们小宋同学 可一直在坚持 应该跳了有三十多下 拖笔跳很累的 这就差不多了吧 对啊 还有吗 跟马步 跟马步 哪一个 我觉得可以了 宝贝 我觉得不可以 这才哪到哪 谁啊 刚开始热身了 那一招间有人看热闹了 我们作为二装士 你不能丢大人的脸 前面两个都输了 我觉得第三把不能就输了 坚持 拖马步的同时 脚尖得这么踮起 包叔这是想战略性撤退是吗 今儿啊 今儿这日子 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好日子 以后你们也别跟我喊包叔了啊 不吉利 包哥 包 包赢都行 就别包叔了 太不吉利了 还是二壮士吧 好 那大家端详一下我们小宋同学 并不改色 心不跳 难怪我们说自己的大能耐是壮士的啊 平时你这个训练量大概是多少 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 两小时多 两小时多 都会做些什么内容呢 拖笔跳 短马步 鼠鼠 还有跑跳和其他之类的 真的很了不起 不是 你练的体能这么强大 你是想要当运动员 他哪是想当运动员啊 他就是来欺负我的 其实都不是 不是 我是为了跳街舞 原来是体能拿不上去的话 我永远也跳不出来 原来这么多的体能训练 是为了我们跳街舞打基础是吗 那你先给我们跳一段吧 好吗 来 来 谢谢观看 我的天哪 真的是深藏不落 对 刚才那段舞蹈 其实它在每一个停顿当中 都需要力量的这种支撑 卡点 对 怪不得呢 才有需要这样强大的体能支撑 你看你今年六岁半是吧 你是从小到大都这么装饰吗 这么有力量吗 不是 我是从五岁的时候就开始 因为我四岁练舞 四岁之前也是听妈妈说 我以前那样生病 胸口以前看出来 就是透明的心脏中 能看出来是啥样 是不是说意思 就是说你刚生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小是吗 对 那妈妈来了吗 妈妈来了 我们把妈妈请上来 聊聊你小时候的事好不好 好 好 请妈妈上座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欢迎 欢迎浩鸣宝贝的妈妈 你好 您好 欢迎 刚才这个 小浩鸣她的这种壮实 这种力量 真的把大家都震住了 可是刚才宝贝说 生下来的时候 连胸腔都甚至是透明的 是的 生下来她两斤九两三 早产儿吗 早产了两个多月 下了好几次病危 在医院差不多 待到有二十二个月 所以后来让孩子学习街舞 包括练这个力量 都是为了能够让她身体 抵抗力更好一点 是的 让她身体更健康一点 她也比较喜欢跳舞 就让她去了 那现在平时还会有 其他的这种症状 就是头 有时候痛起来的时候 痴头撞枪 因为这个头痛 我跑了很多很多 上海那边大医院 所有的全部都检查了 就是说这一边血管 有点偏细 老妈别哭 妈妈 我爱你 我爱你 发作起来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有时候一天 有时候两天 最长的时候要两三天 这些这是她四岁多 检查身体的时候抽的血 连抽了四天 第一天抽的是二十一管 第二天好像是抽了十七管 第三天抽了十四管 挺可怜的 我想问一下浩铭 刚才妈妈说了很多次 你头疼时的那种 特别痛苦的状态 你是怎么样忍受的 你能形容一下吗 就是在跳舞 就在累 我也得忍住 她有时候她说 妈妈我头痛的时候 我就想着我跳舞 怎么怎么样的开心 再累 再痛我都要去坚持 就要挺过去 我还要去跳舞 还要给妈妈你们在一起 我不想失去你们 挺坚强的 挺懂事的 我最欣慰的就是说 她经常会跟我说 妈妈 我真的很爱你 你爸我养这么大 真的很不容易 我会爸她以前的事情 也会说给她听 就是还挺懂事的 在家里有时候会帮我 扫扫地 擦擦台字 擦擦沙发 然后还洗洗菜 自己的衣服自己点 我觉得在宝贝身上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奇迹 就是她从一个早产宝宝 变成了如今 这个很壮实的一个街舞少年 所以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 我们相信随着医学的发展 她自身的二次发育 可能到时候妈妈 这个非常揪心的 头疼的问题 就解决了 是不是 对 希望等到那一天 快点来 快点来 对 希望今后妈妈也能用 更加乐观的心态 来鼓励孩子 共同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的 好的 谢谢 每一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小朋友 都会收到一份珍贵 而有意义的礼物 浩铭 接下来 请看前方 是的 那就是非常少年杯 我觉得对于我们浩铭来说 你是真正的非常少年 那么这个奖杯呢 你也是实至名归 接下来 一起进入我们下面的环节 那就是小一点大冷宴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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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妈妈不上来讲那一番故事的话 我们就认为 就是一个爱运动 爱跳街舞的一个小伙子 叔叔希望你身体健康 锻炼自己这样的一个体魄 将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 你一定会大有所为的 谢谢 太棒了 今天的三个小伙子 真是给我们展现出了 三种不同的这种性格特点 让我们看到了 新时代的好少年的风貌 那在这里呢 也祝福我们宋昊明宝贝 健康 拥有最美好的未来 加油 好的 下面请领取你的 非常少年杯 谢谢 我也有 我们下午 请领取我的 我们下午 我们下午